早年间 曾有人想出巨资买下木雕楼 都被卢家人一口拒绝 对他们而言 祖宅是先人留下的财产 也是家族精神的传承 厅堂的板壁 天井四周的莲花厅 梁柱和厢房的门窗 建台都市满木雕 从三国演绎到神话传说 从历史故事到文学典故 行刀用凿 工艺精绝 镂空层次打十余层 喜鹊身上根根可数的羽毛 黄豆大小的人物脸上的笑容 都唯妙唯笑 活灵活现 木雕楼中的《白子闹元宵》 共有十二幅作品 一百个人物 雕刻传神 繁复精巧 每一幅都是百年民间风情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灰州木雕传承人汪德宏 用五年时间复原了《白子闹元宵》 从小守木雕文化耳濡目染 汪德宏十六岁拿起磕刀 开启雕刻人生 事实上 它与木雕楼的缘分 早在孩童时代就开始了 至山凤武 是庐村独有的非裔民俗 在两百年后的今天 木雕刻画的传统民俗 依然活跃在当地 连同那些民间传说 戏文典故 成为活泰的非裔文化传承 灰派建筑 采用砖木式结构 木雕 石雕 砖雕 成就了灰州三雕 雕工沿袭汉唐雕刻技法 与建筑整体配合精妙 承载着儒家文化的和和之美 无论是光幻之家 还是灰州巨谷 都将家族荣誉 与故乡情感 寄托于建筑本身